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又因为想抗衡国大党要求独立的压力 刻意制造机会 令到由真立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坐大 拖延印度独立的进程 真立作为印度的回教徒领袖 很懂得认清形势 加以利用 当他知道英国必须要倚重印度军队之中 占三分之一的回教分支力量 帮英国打仗的时候 就提出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印度以外的回教国家巴基斯坦 英国亦都因为这张回教牌不能够不打 就无可选择地被回教徒势力继续膨胀 到最后连印度的版图都要改写 事情发展成这样 英国人可以说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门的避免 注意一下 从一天轮上的华集团 年轮上的游客 这场是一分之一的 大陆的一天轮上的消耗 一平之一地的选择内 从的地域的百姓 郭联盟就出现了 这个公司的地方 逃适合下 华集团 公司的外来 人 1942年夏天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截截失禮 日軍已經先後攻佔馬來亞和新加坡 現在輪到緬甸 戰士也直迫印度邊境 緬甸雖然是在印度東面 但是兩個地方並沒有鐵路或者完善的道路連接 對於未試過熱帶氣候之下打仗的英國軍隊 被迫要長途拔洩向印度撤退 當然是一件輔差 在五月日軍入侵的陰影籠罩著整個印度 一個星期內印度東岸有成百手船被擊沉 印度以東多的城市也都受到炸彈的威脅 整個印度只有八支高射炮 日軍隨時都有可能入侵 危城之內人心惶惶 超過一百萬人逃離加爾各大 當時的三軍總司令委佛二走進來 他就站在地圖前面 那時他剛離開辦公室 準備回家 他進來問我 有沒有要交代給他做 他當時站在地圖前面 在此事前上後 跟著說 你試想想 現在日軍申請的範圍有多麼大 他們已經比自己原先估計的推轉得更加快 他們已經在我們和台灣人的手裏面 過了大片的土地 先攻佔新加坡 再由緬甸直進逼過來 他一定會去到盡 如果我有能力 我現在一定會跟他打過 我記得 他就是這樣跟我說 如果我有一隊能夠作戰的軍隊的話 我一定會跟他打過 他講話的時候 好像一隻站在野鼠前面的獵狗那樣 但他說 我沒有啊 我連一隊足以應戰軍隊都沒有 我沒有啊 當時印度人其實都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 他們不喜歡希特拉 但也都不信任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 印度獨立運動最大的政黨 國大黨 內部也都出現分裂 部分人希望採取反英行動 有些人就想支持英軍抗戰 來交換戰後獨立的承諾 最後 國大黨向聖雄甘地尋求指示 英國的保安部隊 將國大黨計劃搞破壞的證據 交給印度總督林尼斯哥分爭 總督決定要立刻採取行動 他們給了很多文件我看 至於他們怎樣得例 我就不多清楚 那些是印度國地國大黨委員會的會議紀錄 裏面說國大黨計劃襲擊警察局和鐵路 我看了之後馬上通知林尼斯哥 我想他們已經沒有其他選擇 國大黨在1942年8月的會議上 已決追隨甘地 要求英國撤出印度 會後第二天清晨 包括甘地在內的國大黨領袖 全部都被人抓了 一夜之間 這個印度最大政黨的領袖全部被捕 年輕的黨員都不知所措 那天我們就衝去打電話 但發現所有的電話線都是被人切斷的 根本就沒辦法跟任何人聯絡 那一早我走到街上 發現所有的街道一個人都沒有 之後我們就聽到我們的領袖已經被人抓了 甘地就只留下一句說話 他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領袖 自己認為有壞的話就要採取行動 一九四年8月9號 即是甘地和國大黨領袖被捕那一天 印度北部爆發連串的暴亂 全國最大的煉鋼廠停止生產 一間降落傘製造廠備份委 印度總督向邱吉爾作出這樣的報告 這樣會廣泛地影響我們的戰事 如果只是草率地處理 恐怕會令印度元氣大傷 以後再不能夠為戰事提供支援 8月下旬位於德里的政府總部 和主要城市加爾各答之間的電話線 全部被切斷了 連串的暴亂令到很多英國人 籌視國大黨 國大黨操縱的電台廣播 就更加令他們火上加油 為了避開警方的追捕 我們經常都要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的廣播前前後後維持了約六個月 總共搬了六、七次 每隔十五到十六天就要搬一次了 我們有自己的訊號 接收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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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1942年 英國櫃柏龐壁 英國無法再派印度軍隊去非洲 反攻緬甸的計劃又受到阻言 這場爭取解放印度的騷亂 要成一個月才可以平息下來 大部分英國人都籌視國大黨 其實不單止英國人 印度的回教徒對國大黨 以及為數多達三億的印度教徒 也都心存恐懼 回教徒現在變成英國在戰爭中的盟友 英國改變策略,打回教牌 最後也都改變了印度的命運 穆斯林聯盟是當時印度唯一的回教徒黨派 本來只是零星地得到九千萬回教徒支持 聯盟領袖珍納在這一刻清楚地看到 他有機會扭轉聯盟在國內的形勢 這個時候,國大黨領袖還坐牢 珍納相信他可以得到英國的支持 但是他一定要很小心 聯盟必須要以一個民族主義黨派的姿態出現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於印度以外的回教國家 巴基斯坦 這個國家包括印度的西北和東北幾個省份 這些地區一向都是回教徒聚居的地方 這裡將會是回教徒的家鄉 脫離印度教和國大黨的勢力 巴基斯坦就相等於一個回教徒團結起來的口號 珍納也開始拿到印度回教分子的支持 珍納認為印度的回教徒要團結一致 支持穆斯林聯盟和巴基斯坦 這一點正好符合英國人的心意 他們都希望回教徒團結 不過是支持英國打仗 因為只有被稱為英國後備軍營的印度 才會有數以百萬計的軍人 隨時準備到世界各地為英國作戰 所以英國實在不敢激怒那些回教徒 因為印度軍隊之中有三分之一是回教徒來的 所以當時穆斯林聯盟有機會公開地向印度回教徒 甚至是更廣大的群眾解釋他們的立場 而珍納當然是會發表演說 我記得他在其中一次演說裏面是這樣說的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跟國大黨聯手一起對抗英國人呢 你看他當時就會經常發表類似這樣的演說 那你就明白為甚麼他會越來越受歡迎了 因為這些演說正好滿足到印度回教徒的反映情緒 而還有的是他們要建立巴基斯坦 這樣就令到他更受歡迎 而間接這樣英國政府也都是容許他公開地宣傳 即使不是公開也都是間接地鼓勵了他 英國當時認為有關巴基斯坦的建議只是一個口號 目的是要提高穆斯林聯盟的知名度 沒有人認真地對待這個要求 亦都沒有人相信珍納是認真地爭取建國 在這個時候珍納與英國相當合作 所以英國願意在背後助聯盟一臂之力 隨著珍納的知名度日漸提高 他派他的助手卡恩去跟英國人商量 說想搞一份屬於穆斯林聯盟的報紙 不過就需要至今 基梅教徒支持著英國作戰的 他們要搞一份叫做神禧的報紙 我們就給廣告來幫他們 我強調是沒有直接的資助 只是將所有政府的廣告都登在那份報紙上 他們派誰跟你談 派人本人 那你說 那我們就給廣告他們 沒錯 是不是思考很大筆錢呢 總之終於支持整張報紙的出版 對於這件事 你們雙方是否協議了保持鑑密呢 我不認為我們有甚麼具體的協議 但是都很明顯 為了雙方的利益 我們最好都是隻字不提 邱吉爾決定繼續支持回教徒 1943年6月 他委任曾經出任印度三軍總司令的 韋伏爾勳爵出任新總督 韋伏爾一上任 就做了一件令邱吉爾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當時英國在戰事中進展得比較好 韋伏爾希望趁著英國在印度仍然有影響力的時候 將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吸納入政府體系 他希望釋放國大黨領袖 並且邀請他們加入政府 但是倫敦就堅決反對這個建議 韋伏爾的日記裡面是這樣說的 我不相信這幫人會甘心被人囚禁 他們聲言要爭取印度自治 但是不會隨便冒險 英國內閣根本沒有認真地處理過 他們希望印度循序漸進地步入自治的要求 韋伏爾沒有多久之後釋放了甘地 當時甘地病重 而他太太就已經過世了 那時建立巴基斯坦已經成為印度全國的討論焦點 甘地作為回教徒的領袖 亦都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甘地放監之後 立刻和他會面 這次會面成為穆斯林聯盟的一個轉捏點 甘地作為國際的焦點犯了一個錯誤 他和珍納會談無形中迫使國際傳媒 將它兩個等同看待 甘地令到穆斯林聯盟得到廣泛的宣傳和公眾關注 這件事如果只靠珍納自己 絕對不可能做到 這次甘地和珍納的會談自然吸引到全世界的關注 亦都給了珍納一個好的機會 告訴全世界知他的要求 以及解釋 建立一個回教國家的立場 我想甘地當時是他的想法 他都要盡力做到最好的 甘地無可奈何地表示 願意考慮建立巴基斯坦國的建議 但是珍納仍然覺得不足夠 會後甘地雖然面露笑容 但很明顯勝利是屬於珍納的 他們沒有甚麼可以給予對方的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對未來的承諾和希望感 甘地和珍納的會談陷入僵局 正好印證了韋忽義的看法 於是韋忽義寫信給邱吉爾 任職印度總督一年之後 我必須這麼說 我覺得印度問題的癥結所在 其實在於英國政府對他們太忽視 甚至隔閉了敵意和滅視 韋忽義希望親自回到英國 解釋印度的情況 但是邱吉爾就拒絕了 雖然最終邱吉爾都同意他反國 但是要他等了兩個月才肯接見他 邱吉爾的看法是 我們應該堅持下去越來越好 只要在壓力大到真是沒有辦法的時候 才讓步進行印度的憲制改革 如果壓力變得那麼強 我們不能做另外一件事 韋忽義發現自己的職位難保 因為他嘗試在印度推行的一套政策 正正和他的上級的要求背道疑似 1945年5月歐洲戰爭結束 英國準備舉行大選 邱吉爾知道 如果韋忽義在這個時候辭職 印度問題將會成為他能否連任的關鍵 所以邱吉爾任由韋忽義釋放國大黨的領袖 還給他邀請印度的政治領袖會談 討論酬組新政府 為印度獨立做準備 邱吉爾在戰爭期間 對印度施行的政策 已經削弱了國大黨 由幫真立將回教徒團結起來 國大黨終於發現穆斯林聯盟已經坐大 尼克魯雖然有號召力 但他知道現在的國大黨 就好像一部生售的機器 他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重建這個政黨 包括黨員和組織 1945年6月 韋忽義召集印度政治領袖 去西姆拉開會 他希望透過這次會議 能夠組成一個 又會教徒和印度教徒組成的聯合政府 希望趕在7月 英國大選新政府上場之前 落實解決印度問題的方案 在西姆拉開會議 在西姆拉開會議 對於是他主席的成為 羅吉克馬里 阿瑪格勒 韋忽義的計劃只是很粗略 他建議成立一個除了總督和三軍司令之外 全部由印度人組成的政府 希望這樣將權力逐步移交到印度人手中 但是尤吉爾在戰爭期間對回教徒的忠用 竟已改變了印度的政治平衡 現在問題的焦點已經不再是甘地而是珍納 珍納覺得回教徒是三派勢力中最弱的一個 英國人有權力 而印度教徒就佔了印度的大多數 如果佛立民主制度的話 印度教徒一定會贏的 所以回教徒不可以激怒這兩方的勢力 但是珍納有些賭徒的生態 他決定冒你的險 其實韋忽爾對回教徒都算慷慨 雖然回教徒只是佔人口的四分之一 但是在新的行政局中 他們得到和印度教徒一樣數目的席位 國大黨雖然是多數派 但亦都願意接受這套建議 他們希望最終能夠分享到真正的權力 不過珍納就突然間作出爆炸性的舉動 他提出只有穆斯林聯盟的回教徒 才有資格入行政局 其實國大黨的黨主席阿薩德都是回教徒 但是珍納就說即使阿薩德也不可以入局 他的大膽舉動令到每個人都很震驚 珍納發了三個鐘頭解釋給我聽 回教徒是一個獨立的民族 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 他們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和自己的政黨 這個就是穆斯林聯盟 而印度是另外一個民族 他們都要有獨立的國土 他們已經有一個政黨 就是國大黨 他當時的策略是要令國大黨認同這個事實 只有穆斯林聯盟才可以代表回教徒 印度回教徒唯一有權威性的代表組織就是穆斯林聯盟 但是國大黨當時並不願意這樣做 國大黨當然有他的理由 因為他們的民族主義和他們的黨主席阿薩德 本身就是回教徒 所以他們覺得很難接受 珍納在1945年期間 和韋忽爾分帳多次回談的主要目的 都是要樹立 穆斯林聯盟是唯一的代表 國大黨領袖反駁說 有數以百萬計的回教徒支持他們 珍納自稱代表印度所有回教徒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理由很簡單 因為國內所有的回教徒都不接受珍納做他們的領袖 既然回教徒是不承認珍納是他們的領袖 要我們去承認珍納是印度回教社區的唯一代表 也是不公平的 國大黨堅持他們有權提名任何人加入行政局 韋忽爾也都認為珍納要求由他們挑選局內所有回教徒代表是不合理的 結果珍納拒絕加入行政局 韋忽爾知道沒有珍納 他的政制方案邱吉爾是不會接納的 韋忽爾沒有辦法 珍納變相擁有否決權 他們試過逼他 他們試過嚇他 試過收買他 但是他對於所有的威嚇和引誘都無動於衷 正好證明給那些回教徒看 他是一個不會令他們失望的人 所以只有他才是他們唯一的領袖 應該要他們追隨到底 穆斯林聯盟的首腦珍納在英國的支持下 逐步在印度境內特別是回教徒社區 建立起自己的影響力 不過英國當初 細估不到珍納的勢力助大 會在後來變成為英國希望盡快撤出印度的半腳石 戰爭終於結束 群眾湧上倫敦街頭歡呼喜舞 英國終於可以將精力集中在內部事務 工黨在大選中盛出 他們承諾會在國內推行改革 英國終於可以將精力集中在內部事務 而捐來的是一個福利社會 另一位大帮主席 军事 今次的军事 军事 军事 现在被军事 和她们的军事 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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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那些人 这次的军事 这次的军事 是绝对所有的军事 这些人从北京的军事 和北京的军事 很特别的军事 在印度脫離帝國統治的希望日益高漲 1945年7月,工黨領袖艾德黎成為了英國的新首相 印度獨立的承諾似乎很快就可以實現 不過,在慶祝勝利的歡呼聲中 英國國力已經比六年的戰火苟纏得根皮力揭 軍隊都渴望退役 派著印度和世界各地的英軍,人人都希望回國 我想,英國軍隊要迅速撤出印度 其實有很明顯的跡象可以看到 他們差不多每個月就有一隊士兵撤走 其實,無論新的工黨政府或者是英軍 他們都不想拖延撤出的時間表 只要有船,他們都移得即刻走 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軍隊,行政機關 甚至印度警方裏面的英國勢力都是崩潰的 搞到局勢好像很緊張的那樣 而這樣其實並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新的工黨政府想盡快撤出印度 英國一直以能夠令印度統一而自豪 國大黨也都希望印度能夠維持統一 但是珍納所追求的巴基斯坦 其實是等於要國家分裂 這個時候有數以百萬計的回教徒支持珍納 數目之多,是印度政府都預料不到的 當我在1945年秋天去到的時候 有人問我,對這個巴基斯坦的要求有什麼看法 是不是要認真地處理 那我就回答是,這就是我的看法 很奇怪,很多人聽到我的答案之後都覺得很驚奇 但是對我來說,其實很容易理解 我來自印度其中一個很多回教徒聚居的地區 即是現在的西北邊境 那裏的人長期要求建立巴基斯坦 這個要求是很強烈的 英國首相艾德麗決定通過全民投票 看看有多少人支持珍納和他的巴基斯坦建議 1946年冬天,投票前夕氣氛緊張 甚至出現暴力場面 穆斯林聯盟的政綱只有一個字 巴基斯坦 毫無疑問在當時,每教徒都傾向支持珍納 他是在一次公眾集會上演講 當時至少有100萬人在場的 那些回教徒都出來建立他 甚至只是想看他的樣子 他們根本就知道珍納會說些甚麼 我想他們已經建立了一種共識 珍納無論去到哪裏都受到很尊崇的接待的 那些人會搞歡迎會 架起大型的帳幕、搞派對這樣 這次選舉將印度分裂 雖然國大黨的表現都不錯 但是穆斯林聯盟就贏得差不多九成回教徒的議席 艾德麗知道珍納這次勝利令他更加難控制局面 兩個月之後印度海軍叛變 結果英軍被迫放棄審判那些 曾經幫日軍打仗的印度軍人 英國人在印度的控制能力逐步削弱 艾德麗認為英國是時候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他派了印度問題專家克里普斯著士 亞歷山大和印度事務師羅倫斯芬著趕去印度 這個三人內閣代表團是1946年3月抵達印度 他們的任務是要安排英國和平撤退 可以說幾乎任何印度人同意的方案他們都會接受 內閣代表團希望維持英國在國際的防衛及貿易穩定 要達到這個目標 英國希望印度團結而不是一分為二 內閣代表團這次行程是希望解決真納要求把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的問題 內閣代表團這次行程是希望解決真納要求把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的問題 加入他們的行列 其實在三年之前他就已經警告說這件事越拖得久就越難解決 曾經在大戰中做過邱吉爾盟友的回教徒 因為提出要分裂印度建立巴基斯坦 現在就變成內閣代表團的難題 真納更加是主要的障礙 而曾經一度是英國死對頭的國大黨 今天就和英國政府站在同一陣線 大家都想維持印度統一 代表團的三個成員離開德里去到西無賴 在那裏他們和仍然很有群眾影響力的甘地見面 雖然甘地當時已經不是國大黨的成員 但克里普斯仍然盡力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所以甘地一來到就說 我不是正式來參與討論 不過我已經太過內閣小組委任自己作為英國的顧問 其實代表團都不清楚應該和國大黨哪一個傾斜 有人就說尼克魯是關鍵人物 但又有人說是黨主席阿薩德 而克里普斯就覺得甘地仍然有最後的話事權 在談判期間甘地曾經視覺舉絕談判 其實代表團要的是要令英國撤出印度 至於撤出之後是不是會爆發內戰呢 那就要等上天的安堂 後來經過多番要求解釋 甘地終於肯說 好了 我會在星期四上午來見你們 跟甘地一樣 甄立亦都不肯讓步 他的立場更加樸索迷離 究竟他是否真的想建立巴基斯坦呢 還有沒有妥協的餘地呢 後來甄立重施故技 一步都不肯退讓 似乎很有信心其他人一定會作出讓步 穆斯林聯盟雖然是最弱的黨派 但是甄立就有完全的控制權 和國大黨不同 甄立可以隨時提出各種要求 他經常說他甚麼都不要 只是要巴基斯坦國 當你問他 打算要有效率統治的國家的時候 他就會說 像巴基斯坦交給我 你就會看到我怎樣統治了 通常不肯清楚地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是不是政客慣用的手段呢 他擺明是啦 甄立是一個很難應付的談判高手 他只是堅持是一樣東西 他不會被你裝到 亦都不會談 怎麼有人走一步 之如此類的複雜問題 代表團最後都為印度獨立勾劃出一套協議方案 在德里的中央政府掌管全國稅務和國防事務 而各省就得到下放權力進行自治 這個聯邦國家的安排 可以令到印度在表面看來是統一的 但同時都保障了回教徒的利益 這樣差不多等於將巴基斯坦交給回教徒 你看到差不多大功告成 經過差不多一天 各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都同意接受這套方案 我們甄立說 好啦 設些限度你得到些東西啦 我怎樣跟我的人民說 這個就是巴基斯坦 我就跟他講 你大可以對他們說 這個只是第一步 他才會說肯接手 甄立終於肯接納一個統一的印度 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當內閣代表團表明英國決定撤出印度 甄立就放棄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 他贏得的 是在新政府裏面有更大比數的回教徒代表 連國大黨領袖 包括甘地在內 亦都認為鎮壓得到的實在太多 之後我被派去見甘地 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很可愛 他見到我就說 你們英國的制度是國會制定法律 但是由法院去解釋 法院可以說 國會所通過的法例當中的含義 並非國會的原意 而將法例修訂 他繼續說 現在我就用我這個老律師的頭腦 來解釋這份政制文件 我不認為這個是內閣代表團原先的構想 我就知道我們這次會失敗 果然沒有多久之後 國大黨就嘗試改變協議的條款 尼克魯和其他國大黨領袖 相繼發表一些反對的言論 但是甘納已經放棄了成立巴基斯坦的念頭 答應支持印度統一 當國大黨逐漸背離內閣小組的方案 甘納就認為國大黨想出賣他 他很生氣決定改變策略 還聲言我們已經武裝好 隨時準備用建制以外的手法去解決問題 甘納更加將8月16號定造行動日 穆斯林聯盟在加爾國甲發動示威 又展開武力鬥爭 跟著那三天就是著名的加爾國甲大屠殺 印度教徒也迅速採取血腥的報復行動 在這次事件中 一共有四到五千人被殺 軍隊在一個星期之後介入 制止搶掠和屠殺 但是死亡的味道 仍然籠罩著整個加爾國甲 這次大屠殺激發起廣泛的報復行動 血腥暴力蔓延到印度其他地區 持續了16個月 艾德禮知道 他必須要在印度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之前 加快推動印度獨立 在1946年9月 印度總督成立臨時政府 委任尼克魯做總理 穆斯林聯盟拒絕加入 又杯葛臨時政府 一個月之後 穆斯林聯盟才勉強 答應加入臨時政府 是因為不想在和英國人談判的時候被孤立 他們並不是為了深本住合作的精神 和為了印度統一 而加入臨時政府 因為這樣是違背了我們 一直爭取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 代表穆斯林聯盟的國元尼舒塔 他當時負責聯絡工作 他自然很想知道 國大黨那邊在做什麼 對他來說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電話裡安裝偷聽器 即是說臨時政府裏面的回教派 有人偷聽政府裏面 國大黨成員的電話 所有國大黨的政府代表的電話 都是被他裝上了偷聽器的 我就不敢說 究竟總督的電話 有沒有被他偷聽到 原先想把兩派合組成一個聯盟的臨時政府 竟然變成兩大陣營對視的戰場 韋忽爾幾乎絕望 我想他開始覺得形勢是不受控制 已經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夠解決的 倫敦人又怎麼想呢 我想倫敦方面開始感覺到形勢危急 我不知道他們幾時開始考慮撤換總督 但是我猜會是那年的秋天吧 1946年12月 艾德禮召集印度總督和印度領袖去倫敦 希望盡最後的努力 尋求穆斯林聯盟和國大黨合作 會談並沒有結果 艾德禮決定採取行動 當會談完全陷入僵局的時候 我們決定唯一的希望是派出另一個總督 如果我們仍然認為有機會透過遊說印度的領袖 令到他們認同有關印度翌日的去向 我們就應該派出一個有這樣的能力的人 當時有兩封電報 頭一封說的是 印度會有一個新總督和有關的細節 當然了 電報是用數字密碼寫的 電報最後還寫著說 有個名字正在來 等到第二封來的時候 上面很簡單 只帶一個字 孟巴頓 印度國內兩大派系 印度教和回教之間的敵對局面 以及連場流血衝突 可以說是英國人一手造成的 事情發展成這樣 雖然英國很希望能夠在 保持印度統一的前提之下順利撤走 但穆斯林聯盟領袖珍納和回教徒 對於爭取建立一個回教國家的要求 顯然並沒有放棄 至於有關印度進一步分裂的具體情形 下個星期跟大家看看 為何我們會有充滿 為何會有充滿 尊重的快樂 絕對方 尊重的快樂 在使用 尊重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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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